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洛福教会的林真牧师 很感恩在今天早上可以和大家一起用活泼的生命来灵修 那我们开始读经祷告之前 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敬拜赞美你 早晨你用你的话语来唤醒我们 主爱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 我们不是依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你的话语比蜜更甘甜 你的话语是我们矫情的灯路上的光 就求你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 再次向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说话 我们最近在读撒姆尔纪上 我们在看到以色列第一个王 扫罗王的生命 主啊愿我们在祂身上能够有所警醒 有所警戒 让我们能够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 感谢赞美神 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Amen 好 首先我们一起读经 今天的灵修经文是 撒姆尔纪上十四章二十四到三十五节 首先请让我为大家读经 扫罗王叫百姓启示说 凡不等到晚上 向敌人报完了仇 吃什么的 必受咒诅 因此这日 百姓没有吃什么 就极其困倦 众民进入树林 见有蜜在地上 他们进了树林 见有蜜留下来 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 因为他们怕那事业 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 叫百姓启示 所以伸手中的栈 用栈头 站在风帆里 转手送入口内 眼睛就明亮了 百姓中有一个人 对他说 你父亲曾教百姓 严严的启示说 今日吃什么的 必受咒诅 因此百姓就疲乏了 约拿丹说 我父亲连累了 你们 你看 我馋了这一点蜜 眼睛就明亮了 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 从仇敌所夺的物 击杀的斐利士人 岂不更多吗 这日 以色列人击杀斐利士人 从密抹直到亚亚伦 百姓甚是疲乏 就鸡满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 宰于地上 肉还带血就吃了 有人告诉扫罗说 百姓吃带血的肉 得罪耶和华了 扫罗说 你们有罪了 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 扫罗又说 你们散在百姓中 对他们说 你们个人的 个人将牛羊 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 不可吃带血的肉 得罪耶和华 这夜百姓就把牛羊 牵到那里宰了 扫罗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住的坛 我们知道这是在整个这一章里面 其实都记载一个扫罗带领的 这样一个战斗 去对抗菲利斯人 我们看到在这个战斗的起初 扫罗因为没有去有信心 等待先知撒摩尔 已经犯罪得罪神 纳姆也在这个战斗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一个 领导力的缺乏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 这个过程 看到保罗的 在做一个领袖身上 有很多的一些的亏欠 在24节的时候 他去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他所有的士兵 在这样一个战斗的过程中 要进食 不能够吃东西 结果这士兵就 因为这个战斗非常的艰难 然后就筋疲力尽 没有办法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30节 他们经过树林的时候 因为约拉丹没有听到 扫罗的这个誓言 那么他就吃了蜂蜜 眼睛就明亮了 也就是说他恢复了 他的体力和精力 所以当他知道 他父亲的这个命令后 他就说 今天百姓若任意吃 从仇敌所夺的物 击杀的斐离世人 岂不是更多吗 所以连约拉丹也在这里看出 他的父亲扫罗王的 这样一个命令 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命令 这场的战斗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在31节他说 这日以色列人击杀斐利世人 从密抹直到亚亚伦 百姓甚至疲乏 因为这场的战斗 从密抹开始直到亚亚伦 那这一路大概有32个物 你可以看到 以色列人在追杀斐利世人 走了很远的路 所以百姓都非常的疲乏 那这个决定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在32节 以色列人 集满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 在余地上 肉还带血就吃了 我们知道在摩西五经里面 摩西的律法明确的规定 不可以吃带血的肉 比如我们可以看看 在历维记17章的10到14节 因为血里面是带有生命 所以当这些百姓非常饥饿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 把肉就连血吃了 所以在33节 扫罗也知道说 他们这样做百姓吃带血的肉 是得罪耶和华了 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 所以扫罗在这里才做了一个补救的命令 他说 今日你们要把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 什么意思 就是让这以色列人在这些大石头上面 去斩杀牛羊 这样可以把血完全的放干净 这样他们吃的时候不会再吃带血的肉 而在这个故事的结束 35节 他说扫罗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所住的坛 当我自己躲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叹息 也非常的失望 因为扫罗他去被撒姆尔去高利做以色列的王 其实已经一段很长的时间 但这个时候他才为神住了第一座的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对于扫罗来说 他是在他用他自己的能力 用他的智慧三穷水晶以后 他才想到去求问神 我想扫罗玩的这样一个经历 是不是也提醒我们 我们很多人也很像 就是我们在一些的计划 做些事情 甚至是做些事工 我们先是凭自己的血气 凭我们自己的经验 凭我们自己的能力 我们直到遇到困难挫折了 我们才求问神 这是我们把一个的优先次序给颠倒 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一些很好的一些的谦卑 凡事先求问神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诺亚 当他从翻周中出来以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祝坛去献祭去敬拜神 去信靠神 我们看到神带领亚伯拉罕 去到不停同的地方 当他去到每个地方的时候 他的第一件事情是祝坛去敬拜去求问神 所以弟兄姐妹也让我们在一天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去祝坛敬拜神求问神 才开始我们一天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有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想当我们去读扫罗文的例子的时候 我想这就是一个我们一个很好的镜子 一个很好的教训 我们在扫罗的身上 我们看到他的这样一种的不幸 看到他的骄傲 看到他很容易被身边的环境和人的意见影响 主要我们的肉体 我们也何尝没有这样的软弱呢 主要帮助我们在一天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先愿意祝坛来到上帝的面前 去敬拜你 我们去读你的话语 从你的话语中 我们知道上帝如何带领和引导我们的生命 主要帮助我们 我们真是因着信靠神 因着神的恩典 我们能够胜过生命中间的仇敌 胜过生命中间的主爱 感谢赞美神 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等你 Amen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天 有一个靠主得胜的一天 敬爱 敬爱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